可能会涉及一些HTML和CSS的内容 但是我又没有时间给你介绍HTML和CSS的内容 应该相信你们大部分里面都有学过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的话 你可能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事 然后这个部分是没有直播的 因为我不太想直播 OK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BOOSTEP CRESTO 你可以认为说叫速成课 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听完以后能不能速成下来 那么我们只是想把好用的框架介绍给大家 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以后用它来进行网页开发 或者说如果你是计算机科学学生 以后可能在workshop二那么你有可能就会结束到这个框架 如果说你会使用用好它的话能能帮你很快的极大的加速你的你的工作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加加速你的就是减少你写网页的时间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BOOSTEP是什么 我们如果说从BOOSTEP官网上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标黄两句话 一个就是World's most popular frontend component library 就是世界上最最受欢迎的前端组件库 另外一个就是open source toolkit for developing with H ком 就是说一个开源的工具集是用来做HTL网页开发 CSS和JS的一个工具集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 首先它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这个是WooShare它在Github的首页 那么目前WooShare这个项目 已经获得了超过12万次的标新 以及超过6万多次的Fork 那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目前Github上最多新的一项目 后面应该就像TensorFlow那样子的项目 而且它是个组件 那么本身这个库里面已经被它的开发者 预先写好了非常多的组件 像按钮像输入框IntoBox 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个警告栏 或者说是卡片的一个组件 它一天给你写好 并且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 它有这么多组件 就是它一天写好的 基本上它可以覆盖你日常 你在写网页中的一些大部分的使用场景 那么举个例子像按钮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使用BooShare 你一般的按钮 就是在Mac上的 你的按钮可能是长这个样子 就可能就是一个白色的按钮 然后上面一点效果有没有 上面就一个普通的文字 但如果你一旦使用BooShare 那么它会变得非常的很fancy 这个你们应该也能看自信哪个东西 RTS 那么另一个它是工具集 那么还有许多工具 就是预先写好的工具 但是我觉得里面最重要的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两个 一个叫做乍格系统 一个叫做韩信布局 韩信布局在CSS3之后 加入到 就是一个CSS3的一个新的特性 那么BooShare在BooShare 4.0里面 把它加入到了他们的BooShare的工具里面 把它做的会比说 你们直接写的Flex 布局会更好用 那么乍格系统呢 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可能再搞一群 然后可能会说 你们老师要先把图片靠右对齐 然后你要变成一个两蓝的 或者三蓝的网页 那么如果说你传练要做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 就是写死那个宽度 那么如果说你一旦使用 乍格系统的话呢 它会把一个网页 横着分成12块 然后你可以就是 把这用这12块定义 你的DIV的一个Tag 那么会可以更方便的 把你的这个网页的主件 设置它的大小 而且它会随着你网页的 那个页面的变化 就自适应它的文本内容 那么 这就是Boochart是什么 就是简单来说 它就是集成了非常多 易用的组件 那么你在使用Boochart的时候呢 它可以减少你在设计 那个网页样式 以及编写CSS的时间 那么而且像你大部分使用的网站呢 很大一部分都会使用Boochart 做前段框架 我们像USB官网 XB其实都是使用Boochart写的 但是都是很老版本 3.0 3.6好像是这个版本 但现在最新是4.0 像我们HTC的一些网站和应用都是使用 不缺4.0写的 像这个呢是我们即将有一个大展美中心的UIC course 所以右边是我们以前发布的 名字查询的软件都是用不缺写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传统 如果你要写一个圣调的一个网页 或者给它设计布局 你要要怎么做 那这是UI圣调代码 你也许会往里面加一个标题 加一个文本 加一个按钮 那么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一个你可能会用inline的那种形式 你会在里面加一个style 比如说设计它的颜色 设计它的大小 设计它的字体 那么或者说是你会用class 你会给它定一些class 然后你要另外写一段style的代码 定义它的背景颜色 定义它的文字大小 那么如果你一旦使用bootshare的话呢 虽然它跟这种使用class的方式很像 但是呢 但是呢就是这些class 其实已经别人帮你写好了 就是你直接去调用别人写好的这些样式类就可以了 因为这是叫类嘛 所以你直接把它写到你的元素里边 这个类的栏里面 那么就可以调用别人写好了 但是呢 它提供了非常多的组件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可能我们也写了三栏 每个里面有七个 那么至少有21个组件 而且每个组件又有非常多的样式 你看我们按钮就有 有七种颜色 每个颜色又有一个 就是 就是 它不是一个实形 是个只有边框的按钮 或者说有大的按钮 小的按钮 那么 我们可以有必要的说给大家介绍 介绍一下bootshare的一个设计的哲学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也在它官网里面写 大家写在里面 就是应该如何使用bootshare 那么它其实有六条 那么我其实在这里我觉得精简除了这两条 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那么首先就是 你的组件应该是响应 并且是对移动端友好的 也就是说它有提供很多的组件 有一些也许它并没有对移动端进行特别的优化 但是你要做的呢 应该就是 去专门选择那些 能对这些移动端比较 友好的 它会 看我们现在这边是 Chrome Developer Tools里面的一个 界面 这里呢它可以 拖左边右边这个条 可以动态地去调整这个页面的大小 那么你看其实我们这个页面 使用bootshare的内容 它是会随着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窗口的变化 它会去坚定它的大小 并对它的排版力调整 那么 你应该选择就是要选择这些 会自动适应的样式 并且你应该去正确地使用这些样式 另一点就是 不是它使用选择类来作为选择器的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元素会有一个class 也许会有class 会有ID 那么 ID的话 你应该说是唯一的 但是你每个人也许在 IT里面会遇到问题说 我多个元素用同一个ID 一样会有一样的效果 但实际上 这种在HDL的设计里面是不允许的 就是按理说一个ID 它们只应该有一个元素有那个ID 那么class它可以被多个元素所共有 那么同一个class的元素它们就会有一样的样式 那么他们BOOSTRAID的设计就是说 它们会把它分离开来 一个按钮它们会有一个叫做G类 我们这个地方像是按钮 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叫BOTN的G类 BOTN 不是BOTN 然后呢会有一些修饰类去做修饰 那么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BOTN.INFO 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浅蓝色按钮 那么BOTN-LG就是指LARGE的意思 那么就是一个大号的按钮 那么基本上就是G类加上修饰类的这种用法 那么所以说就说也许你可能会 你在用的时候就是注意就尽量不到万得已 BOOSTRAID是不建议你去写自己的样式去给它赋予它的样式的 因为它们其大部分都已经把你写好 那么后面我们会有一些更多的演示会给大家看到 那么我们现在给就是现场给大家看一下BOOSTRAID是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 那么我们这也会 哎呀这个好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我们这里呢就是就是VSCode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左边打一些代码 然后右边你们看一些商业的变化 那么首先我们想先给大家介绍看一下它的组件 那么我这边选了几个可能你们如果你要用的 那么基本上都会用到的组件 请问一下 给大家发 basic 就是这位置的 所有的衛星大人 那么我们太多 那么我们今天就好了 我们先给大家发生 带来一些 的 再给大家一下 吧 我再来的 好 我们在这边 这就是刚刚其实给演示 就是我们如果说一个网页不加 不调论不确认的话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家这样的效果 就是非常的 也不是难看 就是非常的简洁 也很普通 就也许不能达到你想要的那样的网站的效果 那如果说我们使用了bootstrap 大家可以看 其实我们去bootstrap的第二种方式很简单 就是在这边我们在我们的header之间 我们在这边用link的方式 我们要用一个bootstrap的css文件 但这个文件它不是储存本地的 因为现在bootstrap用了非常多 所以有非常多的第三方的cdn的服务 会帮你提供一个分化的服务 那么像我们这里就直接是调用了 bootstrap cdn 它提供的一个cdn文件 那么直接调用就可以 那么在后面呢 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 这些像 这些像 jcuri 和一个bootstrap.js 这个文件呢 它实际上就是 它其实并不是一定要调用的 但是如果说你调用的话 它可以 它有一些额外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 它官方提供的 就像一个叫popup的功能 就是我们把鼠标移过去 它会在这个地方 pop出来一个窗口 然后会提示一些内容 或者说是 嗯 像我们 我们hcc光网首页 有一个那个 一直在轮转的一个 像 幻动片一样的东西 那个东西也是 bootstrap提供的 但是如果你不调用这个js文件的话呢 是也是无效的 那么 我觉得可以直接给大家看一看效果就好 不一定哦 嗯 嗯 呃 我们在 调用过 就是 不确以后就带来这个效果 它有 呃 我现在只是举个 大概只是例子嘛 就是它默认里面 就会带有这个 八种 效果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的 那么上面这个名字 就是它相应的效果的名字 就是像 Primary Secondary Success Dangerous Information 或者是Light 或者Dark 不同的颜色 嗯 那么第二种呢 是叫做 呃 就是镂空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那么实际它在 Hotten 就是前面一个的基础上 那我们一般 我们会使用 Hotten 作为我们的基类 那么像上面第二种 会有一个 Hotten 有一个横杠 后面可能会带它的属性 比如就是Primary 有个Second 我们就选了最短的Info 那么 下面第二种呢 它其实就是在 它也有另外的名字 它因为它是有种功能 所以它叫 Outline 所以它那个东西呢 就是叫做 Hotten Outline Info 大概是这种效果 那么实际上这么多 肯定记不下来 那么后面会介绍给大家 都出来官方的文档 就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 基本上 就信息以外还有就是 上面有效果 下面是代码那种 你可以直接复制 因为我经常就是在那复制 然后改来 那么下面就是Large 因为Large 它是大小 跟前面颜色 和样式又不太一样 所以它又是一个独立的修饰类 所以它是Hotten 我们看一下这项Alert 我们先看一下没有Alert 就是 它就是一大堆文本 那么实际上官方 它其实就是 写了一些样式 让一个文本 会变得 会有很好看的效果 那么这就是Alert的效果 它有不同的颜色 它就基本上 是有滑一个整个页面的 画过整个container大小的一个 一个什么框 它里面 会有一个底色 那么你可能 会用来说提醒用户 有一些什么信息之类的 那么实际上 如果待会我们可以看 就是我们用法 就是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的URC course 我们登录完以后 会在屏幕上会有一个提示 说你登录成功 大概是这种用法 它自动会消失的原因 所以我们又有一些 JS的代码 那么 像这个地方 最底下这个 前面有一个很像 但是它又估计一样的是 它有一个X 这个东西就是 Bushchart 它JS提供的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说 你掉到它的JS文件 你这个X 你点完后 它这个文档 会消失 那么也是Bushchart 提供的一个功能 这个大概是Alert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说像 比如说叫做 Prep Crump 叫面包 面包穴 就是其实上 我觉得可能跟你们 IT里面的那个 要求你们做一个 Navigation Bar 有点像 就如果说你不 你不要用它 就是一个 叫它是一个 Bolder的例子 但是如果说你一旦 调用了这个 叫面包扎这个效果 它会变成像这样子 那么实际上在 iSpace里面的 那个 Navigation Bar 也是大概是这样子 来实现的 就 因为好像我听说 说你们这次IT 是不会禁止使用Bushchart 那你们如果说 用了这个文化 那可能就会 节省一些你们的 要花的时间 那么 那么 第最后一个 我可能介绍就是 表单 表单的话也是 就是 如果说你不做 调整的话会很难看 就是 它就是一个文本方面 一个表单 然后如果说提示信息 可能要在同一行 显示说我们 不会把那个 邮箱分散的任何人 或者说一个 打钩的面框 或者是文本框 它都是 很丑的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说你调用了 呃 表单的话会变成一个 比较 要看的效果 那么这个东西也只是 你需要调用 并且正确的使用类 那么 呃 像表单的话 它其实就是每一个表单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它叫做front control 就是表单控制 这个类 你把你的这个类 调用给这个 你的这个元素 那么它就会变成 这样的漂亮的效果 那么 那么后面我们再看一下 两个 我们刚说的组件 一个叫炸隔系统 炸隔系统就是 呃 实际上就是 它官方呢 把它的格子 分成了 我们去看官方点 这个可能更好 那么它这个炸隔 就是说 呃 他们把他们整个网页 呢 分成了很多的行 很多列 那么 它会使用一个叫 row和 colon 的方式 会让它对齐 你看它像这个地方 它在它的 container里面 它加了一个 row 就是一行 一行里面还有 一个 colon 一个两个 colon 三个 colon 那么对应呢 它就会 自动的帮你把这个 colon 设置成等宽的大小 那么 每个应该就是 可能 因为我们说了 每个应该会分成12份 那么 等五块的话 那么就每个大概就有 四份的长度 如果如果说你想做一个 那种 两栏的那种网站呢 实际上也是用这种方式 那么可能就是 这边你做一个栏 右边做一个栏 往里面塞东西 就是相当于 这边有一个 一个 row 然后里面有两个 colon 然后你可以定一 colon 然后你可以定一 colon 的长度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 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肌肋跟 修饰类的 但是这个地方 它是直接就是修饰类的 因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这样设计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 因为外面一定是 row 就我们会用 DIB 这个 这个地方 有个class 那么里面呢 colon 它有几种 就是 colon就是默认的colon 这种colon 还会随着你 这个roll里面 多多colon 会自动调整它的大声 那么后面可以跟一些属性 比如说叫做 数字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是从1到12的 折就是这个colon 它所占的 就是这个colon 它占的长度 但是一个roll里面 它可以 这个colon的长度 可以加起来大于 大于12 但是它就肯定会被 你的网页 会自动把它换好掉 一旦你的这一行里面 就超过12了 那么超过12 都会换到下一行 也许会很难看 那么 另一种呢 就是colon 后面有些会跟 几个属性 一种叫做 就是又是SN 或者说常常叫 确认一下 啊 这里 这里有SN ND LG XL 这个意思指的是 因为我们那个网页 说这是一个会自适应的 那么 这个属性的意思指的是 这个网页一旦超过哪个大小 或者小于哪个大小 或者小于哪个大小 当前属性就会失效 比如说 我们 当然这后面还没给一个数字 就是跟这里一样的 也是1到12的数字 我们举个例子说 我们有一个网页 它有 一个这里我们有一个colon 这colon里面有三个 一个roll 有三个colon 那么这个colon呢 我们都把它定了一个 叫 SN SN 可以 可以小 我们比如叫 LG LG -4 LG LG -4 那么 意思指的是 当这个网页 它 小于LG 我们叫做 Brick-1 就是 你能创作小于960个像素的时候 那么 原来这个4属性就会失效 它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roll 也许就是说 你在 假如现在这个是LG大小的 也就是960个像素 一旦它小于960个像素 那么以前这个我们一来会显示四个样式 可能就不会再显示四个 它会变成那种层叠式的 会这样子显示三个 这个窗口可能就是它这个大小 这是它的属性 就是这个东西比较方便就是在我们在写移动应用的时候 也是给大家看一个例子会比较奇怪一点 像这个我们这里的三个框 就使用了 这边的flashboard这种 我们的断点 有点像断点的东西 当我们页面呢 一旦小于这个大小 因为我们这个设计会比较小 我们觉得一旦小于这个 它就会变成一个垂直分布 就不再是横向分布的一个 这个布局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那么flex布局 主要大家就是要记住 就是说一个栏一般是分成十二格 然后它一般会有这样的使用 会使用这样的方式来 来定义这个每一栏每一个框的大小 那么它还有很多属性 比如让这个栏显得更宽一点 或者说是让它不居中 或者说是让每一栏的宽度很宽 这些东西呢 大家可以到时候在 固确的官网的Document里面来查询 而且它都提供了样力代码 那么 炸隔我打算只是简单的介绍 炸隔系统相当于 因为我刚才提到的是 它是在CSS3里面新加入的一个功能 然后它是要弹性布局 弹性布局 那么 在也不需要别人调用 也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其实只要DGUN FLEX 就我们就会允许它这个弹性模型的行为 那么它其实有几个特别好用的东西 我只是给它提一下 就是 因为它相当于它是操作哪些呢 我们刚才说的FLEX 就是炸隔系统 其实是操作我们里面的元素 让它像是 我们Windows里面 让我们的图标 进入一个 按一个Grid来排列的那种方式 就是我们让它 让它的行为比较可控一点 那么实际上 那么FLEX呢 就是它其实是操作我们一个 大的一个 负元素里面的子元素 你像我们浅的紫色床 我们现在是它的一个负元素 那么负元素里面有三个子元素 那么我们在启用了FLEX布局的话 我们可以对它操作比方向 全部偏左居中 全部或者偏右居中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其实也只是一个 产生叫FLEX ROW 或叫FLEX ROW REVERSE 那它们就会正的排或者是反的排 然后像这种纵向的排 还有竖的排或者反的排 这个叫做FLEX COLON 或者FLEX COLON REVERSE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是我用的最多的 就是它叫A justify content 就是排的一个图标 它可以全部靠左排 或者全部靠右排 或者居中 或者是贴到顶开我们整个页面 或者是顶开带的程式又有柔柔一定的间隙 那么底下也都可以告诉你该怎么样使用 这个电话它的参数 就是比如说叫Justify Content 前面一样都有BFLEX 就指的是我们允许这个负元素 有这个FLEX布局的这个样式 然后面有Justify Content Start 就是全部排在左边啊 或者Justify Content End 就全部排在右边 有Content Center Content Between 或者有Content Around 那么相应我们前面讲的各种样式 那么相同还有就是 还有一些纵向的布局 以及就是说在元素之间该如何排列 然后包括填满的一些效果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以前可能你们想做一些网页 就是说我们想元素在那个网页的居中排列 那么实际上就是 XTN一直一个设计问题 就是他们我们可以做左右的一个居中 但是以前是做不了上下居中的 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方法了 那一旦说你用了FLEX布局的话 那么可以非常方便的把一个元素 就是在我们页面的中布布局中 那么大概的这个元素都会介绍给大家 那么现在我想就是说 推荐就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example的东西 我们可以现在我们用example开始 然后我们搭建出一个我们想要的 就是自己要用的网站 因为我们这个example 就是boostrap官方提供的一些模板 这个模板是你可以直接下载下来 并且拿来用的 我们比如说 比如说你们想看要每个人 那么像它这有一些像我们相册的模板 或者就是那种网站显示价格的模板 或者是checkout就是那种填一个表单的模板 就是那种比如说你要填什么信用卡信息的模板 这个是proda展示 也就是很像苹果的那个开发者网站的那个样式 好像这种cover呢 指的就是一个单页的一个模板 就是那个页面它是不能滚动 然后只能显示一些信息 但也许在全民当中会看的比较好看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hcc头部的那个轮转的那个ppt样式的 ppt 就是smile的样式的一个模板 就是它上面会有一些 会带有一些可以显示图片的框 显示文本的框 你可以把它换成你自己的图片 然后让它展示一些东西 然后这样有国客的模板 dashcore就是叫什么 管理员的控制的控制面板的一个 然后像这种登录 或者说是这个后面就是叫steaky footer 就是我们也许会有没有网站的底部 会要想要 你要你的什么 比如说版权机器粘到最底下 你可以用这个steaky footer 它会粘在你的页面的下部 一种的稳动 它这里一定会有一段东西显示在那里 那么steaky footer navigation bar 就是steaky footer 这个同时又带上一个navigation bar 那还有一个叫做starter template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能 会比较常用 就是说你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做 那么 就应该用这个starter template 然后来开始你的页面 我们就用这个starter template 我比如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 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 我们这边就是side by side 就是左边是代码 右边是样式的那样子 那么首先我们先创一个最基本的HDR 比如说body啊 header啊 title那些东西 然后我们这边 我们直接用一个 那么 那么实际上前面就是有header body 那么实际上它会自动帮你 因为我这个东西是个插件 我在us studio code里面的一个插件 它会自动帮我引入boostrap 在这里 语法你应该都记得了 但这个boostrap的你用的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直接到它的官网 官网里面还有提供一些说 我们常用的官方提供CDN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链接 也不知道那个HREF的属性里面 那么它就会把你调用 或者说是你可以自己下一下来 然后本地来调用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能 现在比较常用的 就是除了官方提供的 那么就是我们有一个 叫做boostcdn的一个服务 但这个boostcdn最近有一点不太稳定 所以我们不太感动 这个服务它其实也是一个免费的 前单全 前关的开源项目的一个加速服务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会用更多的 会叫cdn.js 这个是由一个全球非常非常知名 很厉害的一个就是提供CDN的公司 叫做CloudFair 赞助的一个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里面可以输入 boostrap 它里面就会显示出 网页人们 就是说我们在使用的项目 你可以直接点开 并且选择你想要的软件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boostrap里面有很多的文件 还有 它像它的诈格系统 已经单独拿出来 也可以只用它的诈格系统 然后你可以比如说 选择你的 css文件 这个 你可以直接点词 选择copy 或者说是copy link tag 就是它会把它的link的那个tag 一直一起帮你复制出来 你可以直接去粘贴到你的html页面 那么实际上呢 那么我们也许会改开手开手开手 其实改不改没必要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一般会干嘛 就是 我们一般可能会先做一个 DIV 那么这个DIV呢 它的类型呢 叫做container 我们就加一个title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什么效果 就是 如果说我们不加这个container 我们把container删掉 那么它其实是在它的 页面在做侧 侧面是没有一个 一个 没有一个pending 我们称对不对 或者叫margin 那么实际上container 下面说是 它自动的在它的页面中间呢 它只 显示最中间的那一块 它只会把最中间那块地方 显示那一块 但当你的页面 足够小的时候 它这两天的pending 都会去掉 就是或者加上 只用手带 那也许它的组内容 就直接开始显示 container 会用的比较多 其实还有一种叫做 container grid 它会直接 就是说 你也可以 它直接也就没有走多两边了 但是它会有带一个就是 意义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很容易 就是在我们在显示上面 给它整个页面 重开 显示更多的内容 那我们这些地方 会用到场线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它 实际上会移到中间 但因为这个预览度比较小 那么也许你会 要做一个navigation bar 那我们一般做法 我会去直接复制 有这个 比较这个 挺好看的 因为其实 因为官方提供我这些东西 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别人写好 你干嘛 如果可以 你干嘛会直接 直接复制别人 那我们一般会放在旁边的纸外 那就会有一个navigation bar 出现 那为什么我们的文字不见了 那是因为文字 它被navigation bar 挡住了 因为navigation bar 它其实相当于它有一个 叫Z index的概念 就应该你们CSS也学过 就是navigation bar它的层次 大概1000左右这个数字 那么它会把底下的内容挡住 所以我们一般呢 会用一个 样式把它给处理掉 就是 它提供了一些utility 那么实际上 如果说你想在前面加一个margin 你可以直接打 andit andit就是margin-top -gum 有123455个 你可以随便填一个 后面也许你会 你会要做一些 那么这些 我们要先 我们不把诸葫芦 改了改 然后 也许就是welcome 这样子 改了改 后面也许你要做 一个文本框 我们直接拆一段 拆一段这种文本 那么实际上像Texo 我们依然就说是 我们会有一些修饰类 因为它本身就是文本 那么有一些修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样看 它叫Tex 比如想要变成一个红色的 然后我们就是Danger 像我们前面提到Danger Info Success 或者说是Warning 它其实都是内带的 那几种颜色 黄色绿色蓝色 它就是在里面有一个名称 它相对它是以它的 那种颜色的性质 给它命的名 蓝色可能都是 比较主要的信息 灰色可能是 第二重要的信息 然后 我们经常要做就是 我们现在就可以顺便给大家介绍这个Document 它的官网是 就是getboostrap.com 那么实际上 如果你想要找非常多的内容 那么就会到它的官网来 它的这个Documentation里面 它有写的很详细 因为我们常用的是它的组件库 就是有个叫component的东西 我们点开 那么实际上就有一个列出 我们要提到这个component 我们比如说选一个card 就是我们想一个像卡片一样的一个效果 你觉得这个很好看 我直接固执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图片 它这里使用的是他们一个JS 做一个站位的服务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图片是没有的 可能也许可以随便塞一个什么图片 但我也想到图纸就大概先这样子 其实大多时间可能都是说在找你想要的文本 然后要处理一个它的自信的效果 那么也许你可能想说 我想要这个按钮是其他颜色 那么实际上除了你想要的颜色以外的那些效果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写一些效果 你自己可以演示一下 比如说你的这个按钮 你想要一个比如说一个 什么颜色是没有的 你能举个例子 我们这地方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是定义CSS的话 就是让我们再一个 我们假如这是那种 internal CSS调动的话呢 我们会在Taddle里面写一个style 写一个style的tag 然后里面就会写 首先我们一个点指的是 class的选择器 那我们也许名字叫做tags的pink 主要是就是一个叫bottomink 主要是就是一个粉色的按钮 那么 其实也许你要写的话 你可能会去参考一下 就说它们的会是怎么写的 你会发现 这个是那个google的那个工具 但我们这个这次是没有时间给大家介绍这个工具感觉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看到说它们是怎么写的 它们这里 它们的每一个颜色样式呢 定义了三个工具 一个是color就指的是文本的颜色 backone color就是一个颜色 boulder color就是它边框的颜色 我们可以拿来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相应的我们想要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到这种项目去改 我们用这个 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粉色 你把这个链接固定进去 你把这个链接固定进去 然后写完以后呢 因为是粉色 也许你需要一个比较灰色的颜色 然后来显示它 比如说 是一个灰色的 这是还不可以了 我们试一下 那么你写下这个类以后呢 其实就相当于 相当作其他的那些类来使用 你可能要选好配色,反而也会变得很难看 那你会发现说,因为不是说它会把它的组件设计得非常的 就是每一个class会专门做它要做的那部分 比如包成那个tag,它只会做成像一个按钮 那么你要做颜色的话,实际上就按照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非常好拓展你想要的效果 就把它拓展,做成你想要的效果 如果说我们这样子非常好现在的搞一下 就会发现我们现在其实就是 人在演示一下诈格系统都差不多 就是诈格系统一般会这么用 就是因为本身这里是有一些文本 也许我想让它写分开两盘来显示 我想显示两段文怎么办呢 我们会先写一个 写一个DIB,就是它的名字叫肉 它指的是一行,定义出一行的 那我们再会写一个叫做Colon 那么我们在这个随机生成一段 无意的文本 那么实际上你看 我们是使用诈格系统非常方便的 我们让它分成两盘 也许说你想说我感觉右边这边 左边这边大一点 我们其实可以给它 另一个8的大小 另一边它就会自动的变成 只有4的大小 然后你可以变成7 变成10 但变成10的话 其实因为它太小了 所以它就会被挤到 挤到下一栏 这是我们10 但是这边太小了 那么它就会被挤下的大 一般它一栏就是12个单位 那么8加4是12 我们可以看一下肉质 那么它就会被自动的换 但它的大小也只有4 大概是这样的样子 那么 那么这个Documentation 还有非常多的内容 就是你像Component 该怎么用 我的比如说按钮组合 我们一些输入的组合 然后导航栏 还有哪些导航栏 该怎么用 有一些样地的代码 然后比如说一些可以收起的东西 比如说按钮它会弹出一套东西 这种你该怎么用 这里有代码 告诉你 那么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你遇到一些问题 基本上读文档可以把你想要的 能做到想要的做东西 那么如果它没有的 那么你可以自己去写一个比较样式 文本的大小 我记得像 何静老师他的网站呢 也是用不确写的 但是呢 他自己的那个网站的字 还用了一个 奇怪的一个 字体 那么实际上 那么实际上他这个品牌也是改 因为他默认了 不确还用了自己是那个 微软的console 叫seagull 然后在Mac上显示 会是VT card 那么说 文老师还用了这个 不知道载不载得出来 你叫小飞吧 不知道是他的慢还是我的慢 都慢 ok 那么 像这样他可以自己定义他的字体 像这个他写肯定就没有好好用那个诈格系统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 那么相关于是目前除了乌缺也关于乌缺是最原始的那个 我最后可以再给大家介绍几个使用乌缺写出来的项目 我们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叫乌缺 Material Design 如果你们了解Material Design是什么 Material Design是 为了谷歌提出的一个设计样式 那么有人呢使用乌缺的做了一个实现 大概讲这样呢 他其实网站都跟乌缺 那个乌缺官网一项 还是变成个蓝色 他里面就是样式都是符合 Material Design的一些卡通的 比如说他是比较扁平的 那么这些呢 他其实跟这个差不多也是使用一样的设计的原理 就是设计的一个逻辑 那么他也是这种基类加修饰类的形式来写 他的按钮呢 其他别人写好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按钮 大概长这样子 有些比如说他们的表单 会有boostrap的那种会有线缓出现 别人写好 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叫boostrap material design 像其他一个叫做Tabular Tabular是之前上个学期 就今年上半年吧 突然出现 然后疯狂更新 但是最近又突然停滞了一个项目 就他也是用不出来写的 但是他里面呢 就是他会更 就更方便那些写 用户面板的一些人来使用 他里面提供的 你看这个东西 他提供一些比较 好看的一些用户面板的一些组件 比如说像这些 有一些表格 就是图表 一些比如说地图的一些图表 然后一些比如说显示 显示这个购物车的一些东西 就别人会给予不缺 然后用在某一些应用场景下 会进行一些写一些额外的一些组件出来 就是Payview的I.O. 那么实际上应该还有非常多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有提到很多其他的 别人写好的一些模板 或者说是组件库 像 而且 就基本上有 现在 比较常见的那些模板 这些应该都是免费的 像这些 他可以甚至可以 就是因为他 干啥都可以 他可以做出一些 不是非常现代的人 哈哈哈 OK 就是可以模仿像这种 看 模仿这种像是那种boss 或者说是命名行 的一些界面 对 那么 而且目前因为不确 他非常的 好用 算什么 然后呢他就是 也被 移植到非常多的框架上 像我们现在非常 多了吗 用的view啊 谷歌的 Facebook的react angular是谷歌的 然后现在很多公司 都会用这些 移植库 然后把这些组件做为一个 像是 angular里面的 或者说是view里面的那些类来用 非常方便 那么大概我想讲就是这些就是 目前因为不需要用很多 所以非常多资源 这基本上你想做什么呢 先找文档 第二就是再去网上找一下 有没有 能直接用的东西 其实真正的说 你用的东西 因为实际上 这个组件库呢 是由 原来的 twitter的设计师来做的 最早就是在twitter的 那个一个项目 那后来开源以后呢 这个设计师跳出到了 跳出到了 Facebook 跳出到了 Dtalk 那么任职现在是他的 Dtalk的高级设计总监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说 这个整个设计 而且目前有 非常多的人 也都参与到了 这个项目上 一千多个人 他总体的设计还是非常的友好 而且应该就是 设计也非常现代很简洁的 那么如果说你在 你网站能使用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真的是 很快能提 一个是能让你的网站变得比较好看 第二就是能接受很多些CC的时间 那么我介绍大部分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没有 你散了 要查 对哦 要查 嗯 嗯 不是 那么 因为今天我们是有 嗯 那么 就是我们这个 今天讲座的内容 还有 因为你是 啊 license under 就是 知识共享的协议4.0 那么 呃 请大家来填写一下 就是关于这两次 这两个讲座的一个 问卷 然后我们希望给大家 大家去反馈 因为本期 呃 论坛的是 这个学期最后呢 因为我们下学期呢 会有更多的 内容出来 然后希望大家听到大家去反馈 然后 然后 我把它分开了 我把他分开了 对 他